这本书里面有蛮多的东西 从Google里面找到这本书 关键字就找我们刚刚这本书的书名 这个书名的话就是跨平台的Mobile手机应用程式开发 假设这个关键字你可以找到它的官网 假设要增加更多 比如说它的内容介绍 本书介绍 还有就是说内容附件 假设有再多增加三个页面好了 那这三个页面我怎么这样把它加上去 其实如果说已经有两个页面 那我今天希望再增加三个页面的话 等于是这三个好了 内容介绍 本书特色跟附件内容等等 那当然我会需要有个内容介绍 底下有内容 然后还有完整本书的特色 那里面的内容 还有附件内容 还有这个这个 整个这个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再插入三个页面 所以特别重要 假设你未来你要增减那个你的页面的话 有几个做法 不外乎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增加两个页面的话 请你把游标 特别重要 这个可 如果假设你要再增加三个页面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也许你就是直接游标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放在这放错 在Body跟这个页面的中间这边 插入页面 然后这边的话也许你可以 假设有三个页面 分别是叫什么Page1好了 OK那也是要页首页尾按个确定 它帮你加上去 这个页面 那不过我的习惯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再插入Page2 差别跟Page1只有什么 这个地方不一样 所以我的习惯会怎样 干脆我就直接从这边复制算 复制 直接贴到这边 特别注意贴上的时候 这个名称一定要改成Page2 这边一样 Enter 特别重要 一定要插入页面的位置 记得不要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因为它位置错 会造成你将来连结失败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 最后我都发现 奇怪点下去 他说老师我明明做对 为什么没办法连结 那就是你插入点的问题 所以也许等一下请各位 分别在这边加入Page1 2 3 那也许你可以从网路上 我的习惯是 再把那个 最后的东西 我习惯先用记事本过滤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过滤的话 那可能会贴 贴入一些 它的原来格式 会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困扰 所以用记事本过滤一下 那分别就是把这个名称 再加上去 就是内容介绍 然后它的内容再贴一下 那贴完之后 当然理论上一样 我们也会需要 把上面的标题 再增加三个按钮 所以1 2 3 把这个加上去 那当然加在上面的话 这个关于本书下面 也许你可以 Enter一下 再贴 总共会有 1 2 3 那这三个的话 当然你可以分别 再把它变成按钮 OK 不过做出按钮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按钮 其实还不是 那么的适合 因为按钮 好像感觉 一般 最好可以做几种变化 也许 是不是可以做成清单 一个叫List View的东西 可能List View会更恰当 那怎么把它改成List View 再来第二个 也许是做NetBar NetBar的话导览列 所以等一下的话 也许请各位 嗯 再Google一下 也许这个关键字 会找到它的官方网站 会多三个东西进来 所以请各位 再增加三个页面 那三个页面呢 当然里面内容 请自己再增加进来 那待会我们再来讲 就是说 如果做按钮 做成按钮之后 那如果你想要再改成像 刚刚讲的 比如说连结到其他页面 除了用按钮之外 还有其他像 刚刚讲的List View List View跟NetBar List View就是清单 那NetBar的话 NetBar困难度稍微高一些些 OK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东西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云乱白板 我有把那个 我刚刚Google到的东西 反正这个是 我们需要的三个东西 然后第一个Page 内容跟底下的东西 这个贴到底下 反正就是一个 复制贴上的动作 但是要特别 特别的小心 因为 你只要有一个结构 发生 就是说像我刚刚讲的 贴 就是说 加上去的时候 那个Page的结构不对的话 那以后你要做连接 像刚刚同学 这样连接关于本书 跳过来OK 那这边内容介绍 我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点下去发现 没办法动的话 这个时候就很麻烦的 因为 结构 说真的 之前我帮同学找了 找好久 投尾 投尾 反正就是一个Data 这个什么 DataRole 它是Page 它一定会有个DIV 那这个结构 如果其中一个失败的话 哇 那这个光找 你就找半天了 所以宁可就是说 你在做的时候 先确定OK 再往下做 不然你做完之后 你要再重来 可能就是一个大麻烦 那基本上做完之后 请各位自己再练习 就是说 反正就是把这些熟悉 包含就是说 也许我做四个按钮 然后这个是 其实我这个是做一个蓝色的按钮 关于本书 所以这个是 这个里面大概做了几个部分 一个是Button 一个是Data in line 是True 然后 再来就是说 这个Icon 没有切了 OK 画面再True一下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就是 类似像这样 然后我们有四个连 四个连接在里面 然后分别就是大概主要 我做的 基本上就是把刚刚的一些要点 跟各位再把 第一个就是一定是 被这个Data的那个 就弱 其实从上面下面 从上面下来大概有四个地方改而已 第一个是先把它改成Button 这是第一个动作 OK 第二个是把它的那个 这个先改 第二个也许就是把它Icon加上去 第二个 那Icon我给你自己再挑了 反正比较适合哪一个 你就自己再加 那Data in line 就是让它不要整个跟宽度一样宽 第四个是它的颜色 那颜色我基本上是B C D E 好了 就是黑 黑不用 蓝 银 灰 黄 OK 然后把它放在一起 中间加空白 不过它即便加空白 因为宽度不足 它还是会往下 但是我记得好像如果你把这个宽度拉宽 它好像会重新 有没有 针对你的宽度能放几个 它就放几个 所以 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平板跟你的手机看到的按钮数量 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 可能要注意到底宽度 足不足够的问题 OK 那再来就是点击它 它会跳 这个东西 那基本上当然我也希望每一个点击进去之后 上面也要加刚刚的那个 就是说让它可以回到那个上一页的这种选项 那分别把它加上去 可是像这样的呈现方式 它有个缺点 就是说可能 第一个啦 画面感觉没有那么美观 第二个感觉有点松散 所以基本上 我们后面呢 会再讲 两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多页面切换 一定会用到的 包含就是说 第一个 可能也许你是用什么清单方式 清单的话也许在下面做清单 第二个的话也许就是做Netbar Netbar就导览列 那导览列 基本上不外乎常用的就是放上面 放黑的 不外乎就放footer 当然你也可以放那个中间content 不过比较少人这样做 通常是放上面 或者放下面 那个导览列实际上就是 绣出来会有一致性的那个 一致性的样子 那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把这个部分先做一下 总共就是三 总共就是再加三个按钮 分别连接过来 把它大概改这些东西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